笑一笑 我本來就是賣菜的 我哪有什麼神奇 面對外界批評他不懂市政 稱他是個草包 韓國瑜不改幽默 說自己本來就是個賣菜狼 對於這些議員反對黨的議員來講 讓我出糗的樂趣 大於高雄市政建設成功的樂趣 讓我出糗最重要 議會質詢片段不斷被剪接 瘋傳韓國瑜表示 綠營網軍是有計劃給高雄市府漏氣 我強烈懷疑 明年黨是有計劃的楊網軍 他一定有所謂的指揮中樞 而且有計劃的作戰 所有挑剔的策 到他身上都成了軟釘子 韓國瑜更不停的強調 自己只是個普通人 如此普通平凡 卻掀起了一波拒世矚目的韓流 韓國瑜說這是民心思辨 那所謂韓流我的解釋就在於 真的民眾基層內心在那喊 他們渴望改變現狀 渴望能夠有所不一樣 而且對於民主政治的低效率 沒有辦法帶來美好的生活 已經疲憊了 去年年底將高雄綠地翻藍天后 韓流熱潮持續延燒 韓國瑜霸佔各民調穩居第一 13號受訪時首度松口 表示願意接受正招之後 非韓不投的聲量也越來越高了 記者綜合報導 並且請問 這位